中大医学院研究团队进行大型的国际文献回顾 比较全球7种新冠疫苗和24个疫苗组合的功效 发现接种3剂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疫苗 预防感染的保护力最高 可以有效提升预防感染和防止住院的机会 研究又显示 如果民众投两剂的疫苗是注射采用其他技术的疫苗 而第三针疫苗接种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新冠疫苗加强剂 它预防新冠轻症的成效 是与三针同源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疫苗差不多 所以鼓励第三针接种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疫苗以增强免疫力 现时使用有关技术的疫苗一共有两款 分别是莫德纳和辉瑞疫苗 研究人员指 结果显示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疫苗会继续成为首选疫苗 研究结果已经在英国医学期刊发表 有助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提供临床建议 以及给日后的新冠疫苗研究作为参考 最新冠疫苗顲之 examine 要 1997禅爱 印译坡与小 Gwen